盘点水谷传中最厉害的是大兵器 被称为吸血器的八宝屠龙枪只能排在第四 第十 双板斧 它是凉山好汉黑旋风李逵的武器 它双面开刃 尾后刃薄 全长八寸有余 一般为力大者挥舞双斧并用 主要用法是轮 劈 砍 适用于近身诱惑战 李逵使用双板斧的招式大开大合 比一般枪棒的攻击范围更大 因此具备快速击杀的能力 所以每次短兵枪接直 李逵便以双板斧冲杀在前 充当先锋为大兵开路 但由于双板斧惯性巨大 因此碰到更为迅捷灵活的兵器时 难以取得优势 不过李逵显然就没想过 用双板斧和高手单挑 而是用来满足自己的杀伐 因此他这双板斧堪称是燃血最多的群体 第九 冰铁双刀 它是情者五宗的兵器 由雪花冰铁打道而成 极为稀有 据说冰铁双刀来源于大马之格钢刀 是举世无双的宝刀 它的锻造工艺较为复杂 需要先将表面磨光后 再用辅持剂制炼花纹 因此武松的冰铁双刀极为锋利 有吹毛透风的赞誉 并且武松用此刀 随着梁山好汉们征讨四方贼寇 先后斩杀了方辣杖下的三大王方茂 和辽国的耶律德虫 并且都是以复战对阵马战 而且还是一击秒杀 可见此刀威力 据说冰铁双刀只需一击 便可斩断马头 再配合上武松的勇武 堪称是大放异彩的神兵玉器 但是武松在平静江南后 选择在六壳四处将 从此这把冰铁双刀也消失于江湖 第八 狼牙棒 它是霹雳火齐鸣的武器 因在锤头上安装了许多狼牙一样的铁钉 所以被称为狼牙棒 它的长短不一 没有固定标准 最长的狼牙棒约为1.9米 因此攻击范围极大 但是狼牙棒的攻击效果 主要来源于锤头上的铁钉 可以轻易割开敌人的盔甲 根据史书记载 狼牙棒作为武器使用 是起源于游牧部落武装 自宋代开始 狼牙棒流传到了中原地区 被普遍作为武器装备造军队 此外 霹雳火齐鸣本就勇冠三军 又把狼牙棒使得虎虎生威 更加勇不可当 但狼牙棒重心惯性很难控制 在防御方面也较弱 这也直接导致了 秦明最后被敌将方杰偷袭而死 第七 青龙燕月刀 他是武圣关羽的兵器 关圣作为关羽的后人 便继承了衣钵 他用青龙燕月刀纵横天下 南征北战 据说青龙燕月刀是由天下第一铁匠打到 且只在月圆之夜锻造 还采集了青龙之血 必须要不断杀人 才能够让这把刀听从主人的话 而关圣所用的这把青龙燕月刀 虽说没有那么传奇 但也堪称神器 他的重量约为三十斤 一般人别说将他用于实战 就是规舞几次就累得气喘吁吁 但是关圣是力大无穷的猛将 他凭借一把青龙燕月刀 在争讨四寇的战争中武力起功 让这把神器再次获得耀眼光环 第六 双鞭 他是北宋明将忽炎卓的武器 这双鞭是精铁所造 有截但是没有锋刃 因此属于古代盾兵器的一种 一般用于马战 在冲锋时靠着战马的速度 一路击杀敌人 他的双鞭为十三截鞭 每截有铁环相互连接 并且还有两个配环 这样的设计好处 在于可以弹在腰上随身携带 或者放在庭囊中 而且双鞭由瓷熊两边构成 也有说法为龙共双鞭 左手鞭较轻 致为瓷鞭 右手鞭较重 致为熊鞭 但实事求是说 无论瓷鞭还是熊鞭都较为沉重 因此必须要力气较大的人 才可以驾驭 在怀西之战中 胡炎卓虽然老当力壮 但终究败落于金人之手 从而阵亡殉夺 第五 喧花斧 他是极先锋所超的武器 虽然说喧花斧属于盾气 但是毕竟长度足够 再加上使用者力猛气大 即便不用太多的技巧 也有足弱的杀伤力 尤其是在冲锋熬战时 面对着敌人重装甲部队 大斧的劈砍和伐磨都极为实用 面对骑兵部队 主要是下卡马腿 再对落马骑兵进行补刀 索超作为马军将领 手持一把喧花大斧 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打头阵 先后斩杀了敌将防学杜鲁安等人 立下不少战功 但是喧花斧由于沉重且怪性极大 但实用中不够灵活 因此索超面对着石宝的暗器流星锤 直接被打落下马 从而死于非命 第四 八宝屠龙枪 他是轻面受阳制的武器 该武器长度大约一丈六左右 他的枪头既为龙头 枪杆为鳞状 枪转为龙尾 整条枪镶嵌着八颗宝石非常华丽 但在华丽的外表下 却难掩饰该武器的巨大威力 他的枪头有孔 一旦刺入敌人身体便可以吸血 并且伤口无法愈合 因此杀伤力极大 据说八宝屠龙枪是西主霸王项羽的权兵利器 因沾染了太多敌人的鲜血 所以杀气极重 后来项羽兵败后 将八宝屠龙枪沉于乌江 自此下落不明 所以杨智所使用的这条八宝屠龙枪 显然是后世所制成 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他的威力 杨智使用这条枪在争讨田虎时 一枪刺死了敌将秦英 立下战功 后来杨智并适于单途献山园 这条八宝屠龙枪也随之陪葬 第三 杖八蛇毛 它持八十万进军教头临冲的武器 由冰铁点钢打造而成 需要反复探烧折叠断打钢材 使钢料没有杂质 还确保在刺中敌人时 不会被尸体夹住折断 另外一方面 可以使伤口流血不止 并且难以愈合 此外 该武器全长大约两米左右 其刃双开封 形状类似于游蛇 因此得名杖八蛇毛 在实战中 林冲用杖八蛇毛 一枪刺死了陷害自己的陆迁复安 增跑方蜡时 林冲用手里的杖八蛇毛大展回危 先后击杀了敌将陆敬成 冷攻 王眼 因此立下赫赫战功 第二 点钢枪 它是玉麒麟卢俊逸的武器 是中国古代十大名枪之一 整条枪令冰铁金刚打造 日地极为坚硬 即便面对喧花板斧的劈坦 也能够扛得住 它的长度大约一炸二左右 比较适合在马上作战使用 因为步战容易施展不开 还容易误伤自己人 并且它与传统的银枪不同 点钢枪通身其黑 尽显扎气 传说中 其重量达到七十斤 一般人别说作战 光是提起来挥武两下都做不到 但是卢俊逸可是梁山好汉中武力最高的人物 凭借点钢枪在手 先是升擒梁山仇人史洪功 后在征讨四寇的战争中 先后斩杀敌将方瀚 力天润等人 因此引来三军拜扶 第一 水墨缠杖 他是花河上鲁制身的成名利器 是由薯铁加水精气打磨而成 其外形和金箍棒差不太多 水墨缠杖重达62斤 他使用该武器 在乌龙岭之战中大放异彩 并且击杀了敌将夏侯成 为全军打开了禁军道路 后在六合四出家 水墨缠杖也从此封印了 并且在鲁制身元祭之前 他将水墨缠杖沉于前唐江大潮之中 从此再位现世 为什么说新三国远不及老三国 其实这点单凭人物选角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同样是饰演曹操 曝光安和陈建兵一对比 差距就出来了 并叫 我父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 父母 共好董卓 匡福汉师 曹某不惨 残旨之间便可将董贼的手机 取下权于长乐宫门 宁可我父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父母 曝光安的曹操确实无可挑剔 既有英雄的霸气 又有枭雄的奸诈 而陈建兵饰演的曹操 压根就没那味 低沉的音调加上奇怪的停顿 让人出戏的不是一心半点 当然 这也不能完全怪陈建兵 毕竟曝光安的曹操 就连他自己都无法超越 也正因为演的时代太像曹操本人 以至于差点断送了他的艺术生涯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大学问家 叫李希凡先生 他说我看了这个《三国演艺》 曝光安以后演不了别的角色 我觉得我这基本表演生涯也结束了 但很多人不知道曹操这个角色 完全是曝光安简陋简来的 当年在拍摄《三国演艺》时 导演心里其实已经有了曹操一决的最佳人选 可后来这位演员一听要试戏 当场就不同意 他说我试戏我就不演 我说这么狂妄的演员我不要 于是导演便把目光放到了曝光安身上 因为在此之前 导演与曝光安两人曾见过一面 给他的印象也不错 我觉得这个人演曹操 大概是没问题 所以曹操这一决 最后还是落到了曝光安手里 事实证明导演的眼光确实没得说 曝光安演出了曹操的壮志 深情 奸诈 多疑 残暴 以及 不知夫人 今宵愿与我同席共争佛 我走 然而曝光安之所以能将曹操掩活 除了自身的表演天赋外 那就是超出常人的勤奋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曝光安开拍前 翻译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 最后竟写出一篇 长达几万字的体会和心得 也正因如此 曝光安把这些特点揉碎吃透 然后再结合自己的理解 这才有了观众心中所公认的经典 总的来说 曝光安和陈建兵 一个是曹操 一个是演曹操 两者前人不同 其次 同样饰演司马懿 维宗万和尼大洪放在一起看 还真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你当年纪轻轻轻 一遇挫折 便松散懈怠 日后赞成大气 围城满腹经纶 却是机场鼠度 连几句恶语都容他不下 为人者有大怒 成大气也如此 这万里江山 定数司马是所有 听令 才能冲杀 蜀精占营 赤本诸葛亮 死而撤 维宗万为了把这个角色演好 愣是将自己 关在房间两个礼拜 仔细专言了一遍三国演义 然而 这拍摄期间 尽管自己已是五十多岁高龄 却依然坚持不用提升 完成了所有骑马镜头 不过有一次 维宗万却和导演发生了分歧 因为他从自作主张改过司马懿的戏 张少林急了 他说汉穿衣服男人不能随便穿 我说导演 我说您给我们总导演王富林看一下 他通过的话 那就罢了 那是你的功劳 不通过的话 那天的拍摄费 一两万块钱 我来赔 可怀尼大红演司马懿 选戏服饰 挑了十几套都不太满意 最后显了一件黑不溜秋的锁子甲 不得不说 这眼光还真独特 总的来说 两者呈现出来的区别在于 宗万演的是司马懿 不仅有着士族的贵气 还有着手握大权后的霸气 完全就是那种由门阀士族 培养出来的大政治家 演技也很自然 毫不夸张的说 他才真正演出了司马懿的那种高气感 但尼大红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一出来 就把司马懿演得像奸臣 所以两者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 那就是尼大红为了这个角色 也是费尽了心思 好